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下山烂的党有时候讨论 讨论久了 其实我们都觉得说这种党干嘛理他 问题他在台湾执政 我举个例子 昨天中国大陆讲 台湾的猪肉制品就不能进入中国大陆 这是个很简单的话嘛 我们陆委会回应什么 我们陆委会啊 陆委会因为这五年来没事干 他除了是欺负在大陆的台商小明 然后跟中国大陆斗斗嘴 他毫无功能啊 因为从来没有回应啊 整个陆委会加起来的功能不如我一个人啊 我敢讲啊 陆委会怎么回应 陆委会说我们从2014年我们的生鲜猪肉都没有进入 人家明明讲的是猪肉制品 猪肉制品是什么 肉松灌墙 火腿 腊肉 这个叫猪肉制品 懂不懂 啊你要讲生鲜猪肉 有人跟你讲生鲜猪肉吗 陆委会知不知道 他当然知道啊 他表示说我们早早就没有进去了 2014年以后中国大陆就不准我们进去了 当然是啊 我们鸡肉跟猪肉不准进去 因为我们那时候勤流感啊 我们的口蹄翼啊 对不对 我们2014年我们还是口蹄翼啊 口蹄翼全世界都不让你进去啊 岂止中国大陆 勤流感全世界都不让你进去啊 你进去你可能污染他们本地的嘛 这个我们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採取的方式都一样啦 没有说谁来对付谁 没有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了 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做这样宣布 因为你台湾的猪制品 猪肉制品 听清楚啊 猪肉制品 你的香肠 你的肉松 你的猴腿 你的腊肉 你很可能 因为这种口味就会比较重 你很可能用便宜的美国猪来做 做完以后 美国猪是因为含有莱克多巴胺的 就会进入中国大陆 它的用意只有这样而已嘛 这跟台湾的名利一模一样 台湾有七成的名利反对美国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莱克多巴胺一般用来做生鲜的处理 比较少啊 但是莱克多巴胺猪肉用来做猪肉制品的 比例一定会非常高嘛 那这些猪肉制品就是我们讲的 我刚刚讲的 什么香肠啦 对不对 肉松啊 你腊肉啦 那这些东西你就腌制过 味道就种 你就分不出它是不是国外来的美国猪 就这么回事啊 那所以中国大陆他是针对这个在讲嘛 因为台湾从1月1号已经开始 台湾从1月1号 已经开始同意美国 莱克多巴胺的租进来嘛 那中国大陆是完全在回应这个嘛 那我们就 喂 我们没有生鲜猪肉 陆委会知不知道 他当然知道 他故意在那边讲这些话 好像自己人捍卫台湾人的潜意 不是嘛 陆委会怎么会捍卫台湾的潜意 蔡英文怎么会捍卫台湾人的潜意 不会嘛 台湾人的潜意就是不想吃美国的 萊克多巴胺猪嘛 我讲这新闻其实 轮廓讲出来就非常清楚啊 那台湾的猪肉制品 到底没有进入中国大陆 香港或澳门 中港澳呢 有啊 当然有啊 这些年来就一直进入啊 生鲜猪肉没有进去 因为你过去 你过去的口提意 或怎么样 这些生鲜猪肉本来就不能进去 那我们的这些猪肉制品 有没有进去 有啊 当然有啊 怎么会没有呢 你看 我们去年 我们去年 出口到那里的 有多少 2020年 出口到中港澳的 总共有 4163公噸 4163公噸啊 一公噸的1000公斤 大家知道嘛 那到香港的 到香港的 有 2018噸 小总数字很厉害吧 我都调查出来了 2018 2018公噸啊 占多少呢 占期间的百分之48 所以主要是香港 我们的这些 主要是消香港 那现在以后就不能去了 我告诉你 中港澳 中国大陆宣布这个 通通不准去 因为 你有萊克多巴胺的遗力嘛 好 那消澳门呢 有1630公噸 1630 消中国大陆就比较少 消澳门的占39% 消中国大陆比较少 但是有多少呢 有57公噸而已啊 占1.3% 我通查出来 中港澳 我跟各位朋友讲 那对台湾的猪龙有没有影响 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啊 但是 很多人嘴巴会硬 其实没什么关系 因为他这个也不是 不是要打击你 或什么 不是打击你 他是为了他们自己 中国大陆 他们 人民的安全而已 他主要是针对 真的是这样 那我们的反应 我们的反应 就故意在打嘴炮了 对不对 各位 就好像这两天了 这两天在讲和平议案 哦 那个就是转移焦点嘛 马航九说 现在怎么还有时间打口水弹 哦 游锡坤就跳出来 是你们先打 怎么会是 怎么会是 马航九他们先打 是邱淑提提出来 你有一些东西 不合逻辑啊 有四点不合逻辑啊 那他们讲不够邱淑啊 对不对 你看那些人就趁机 要来修理他 要怎么样 他讲不够他 他们就提出邱淑提 当台北市卫生局长时候 和平议案官宴嘛 这是民进党 立营这边提出来 谁就开始打和平议案嘛 谁先打的 游锡坤虽然头脑不清 但是他知道怎么贪污 对不对 游锡坤贪污坤啊 他太太 杨宝毅帮他收集花票 如果不是马航九 带领了国民党 在立法院帮他修改法律 他们现在坐牢 赤头工钱耶 他还有立法院长可以当吗 不要假装自己是隆坤啊 他精明的要命啊 各位我讲的东西 大家欢迎大家上网去查 貪污罪被起诉 法院不办了 放在那里百事连 再等 国民党 立法院够败诉的国民党 帮他修改法律 修改到 最后判无罪啊 那他现在讲话就很大声了 他这辈子最大的恩人就是马航九 没有马航九 游锡坤现在在坐牢 赤头工钱 赤头工钱所有工职都不能干 连你老婆都要进去坐牢啊 连你的得力门生 王时期的老公 刘建兴都要去坐牢啊 都贪污罪起诉啊 会计法九十二条之一 就是国民党把他改了 改成这些人通通没有罪啊 所以我每次讲这段 过程我都很气啊 国民党最可恨就是怎么样 国民党只要执政 都在帮民进党开脱这个 帮民党做死 做很多事情啊 替民进党做牛做嘛 然后国民党对自己的蓝筋啊 没有 每天要抠克你 哎呀 春节慰恿筋要删 这个 阿兵哥的退休筋 我们应该怎么样 国民党执政每天在修理自己人 每天在帮民进党 做这些事 所以游戏坤本来应该坐牢的啊 各位我讲这东西 不止游戏坤 民进党一头拉股啊 现在当高官的 这些人 你们要感谢忙很久啊 不要在那边讲东讲西 但是我讲这东西 小董我讲新闻就是 有意嘛讲意嘛 讲意嘛 对不对 那你看 昨天当然最大新闻就是潘怀忠嘛 有些朋友说 哎你都没有讲潘怀忠 都烂都怎么样 他有没有烂我不知道啊 我接触他的都是好的 他教人家很多健康的东西啊 对不对 你说哎他怎么样怎么样 我不知道 啊我对你很失望 不用你赶快滚蛋 离开我的那个 你不用来 很多人要对小董说 你必须怎么样我才会支持你 我不要你支持啊 哎 我要你支持干嘛 我又不嫌疾 很多人觉得说哎 我用这样就可以 对怎么样 我告诉你 国民党为什么没办法执政 猜 哦 你没有挺他 你就是不爱台湾 不爱中华民国 怎么样 不用来这一套啊 嫌疾不是这样玩了啦 嫌疾靠这样玩 国民党永远不要执政 我告诉你 因为有这些人啊 你知道吗 他每天在嫌别人 哎你不够爱国 你没有每天喊中外民国外税 你刚刚看到国旗都没有敬你 每天要用那些东西来绑架 可能你们去绑架别人有用 绑架我是没有用 因为我不嫌疾啊 我也不在乎 我有 有没有会怎么样 没有 我很多事情我通通不在乎 很多人 很多人都搞错了啦 我完全不在乎啊 各位朋友 我只在乎 这东西有没有真理 有没有识会 有没有价值啊 潘怀中是我很多年的朋友 早上唐湘龙在节目大力挺他 我很敢配湘龙 但是我要不要全力挺他呢 我不会啊 因为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做啊 我没有看到东西嘛 但我觉得很可惜啊 所以我昨天在节目上讲 你如果要在蓝营当公职人员 你一定要比别人操守更好 因为我们的检调 我们多数的检察官是狗官 他碰到可以把蓝金的人咬下来 他不会放手的 因为这是他升官的最好机会 我讲这 我昨天就讲这样了 啊法官 都是法官 当然是狗官 好 理由也不用讲 你都知道整个司法是 理到这种地步 九成以上都是理 小董每天在节目上讲 那你还要用 有东西让他去抓吗 有东西让他去打吗 对不对 我老实讲 冤不冤枉 当然就是 最后法院 检察官看多少证据嘛 大家是凭这个啊 我也常被告啊 到法院大家讲证据啊 小董你又怎么骂这个人不要脸 我提出他很多不要脸的东西啊 结果法官说 他果然很不要脸 非常不要脸 骂得比我还重啊 就是这样啊 我们讲很多东西是讲政绩的 很多人 他不知道 他以为觉得自己都了不起 我是最挺郎 我是最怎么样 那些都假的啦 我告诉你 你挺郎挺到什么地步 我一个朋友啊 他是挺到不得了 我也很 他也很喜欢我 我也很喜欢他 不然他已经过世了 过去掉一台他跑第一啊 他可以一掉一台 在身上 画很多大号你知道吗 真的一个这样的人啊 这 这种人到处都有 很狂的 但是我奉献 我们很多朋友 你不要觉得我这样 别人就必须跟我一样 我都做得到 你又怎么做不到 你做到是你的事啊 我们爱中华民国的态度不一样 用以不一样 但是 别人不一定要照你的方式啊 你懂不懂 各位我 我讲这东西其实很显然的道理 可是在选举里面 很多人不清楚啊 他觉得自己最爱 中华民国 所以别人必须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国民党完蛋了 国民党执政其实很难 下一届都很难啊 我看了 因为我看这些人已经狂热到不行了 但是 哦 我今天为什么会有 有感而发 因为最近 最近碰到一些事情啊 哦 那其实你有时候看 在台湾哦 有时候我们周遭很多朋友 我们觉得很熟 你都 你真的不晓得他干嘛 譬如说郭地跑陈水扁 陈水扁 在台北市长就在干很多 骯髒事 前台北市跑 他最熟记者是我 我每天跟他在一起 十几个小时 他 他看那事情我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你一个人你跑得在手 他总有一些 私密的空间 你知道吧 他躲在 他的办公室 我也不能我就进去 坐在那边看他办公啊 当然可以啦 但是 很无聊很不必要嘛 很不尊重人家嘛 对不对 那你怎么知道他在里面 是不是在 做什么转账 或怎么样 不知道嘛 我告诉你啊 人 很多东西是 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 即使父兄 即使 很多 我就像我们现在社会一样 很多做父亲 你怎么知道你儿子在干嘛 不知道嘛 儿子做事情百分之九十五 你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到派出所通知你 你儿子刚刚在飙车 欸 你女儿刚刚吸毒 被我们抓进来 我们通知你 蛤怎么会 他在学校很乖啊 然后到派出所 哎 我这女儿都被人家带坏 我的儿子以前很好的 不会这样啊 你们已经弄错了 是不是 你连自己儿子都不知道 还去怪东怪西 但是 我跟各位朋友讲啊 其实 我们 我们唯一的办法 就把自己做好 就好了 真的就把自己做好 就好了 碰到嫌疾 我们就尽量去拉票 就说 你可能没办法 像小董可以很充分的表达 因为我有电台有电视嘛 那你可能没办法 但是你就拉桌边的 嫌疾就是这样 你要罢免王杰 我非常赞同啊 我写文章罢免 我电台我主张罢免 这种人应该罢免 那你就要去拉 拉 我们来 对不对 当然就这样啊 那拉 为什么要罢免他 哦 你就听听大家讲的 小董 或者我们周遭 大家讲的 这一理由你把它会人 会人去告诉你 凤山的朋友 你总有凤山的朋友嘛 那凤山朋友 大家集结起来 就 这样就会成功啊 这也是嫌疾的一个方式啊 各位我讲这 我讲这东西哦 其实都是很惊艳之谈 我在台湾跑 嫌疾三十几年 那我的政治 非常清楚啊 非常熟悉啊 但是我也非常了解 民进党他们在干嘛 民进党是 民进党非常懂嫌疾 比我更懂啊 那我是这些年来 从他们党外 到民进党成立 然后这些人看他们的一些做法 民进党里面 早年有些人是 还我们还很敬佩 还很熟的 他们现在是 非常的看不起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现在想的是怎么样 我们执政是为了贪污 可以从国家搬走很多钱 就这样 民进党都这样 你说小董你说贪污 是有的也不算贪污 没有错 我们就赚某个职位啊 这个职位可以管很多钱 这管了这钱就 播给支持我们的单位啊 对不对 播给我们支持 你说欸 什么叫播给他 那个单位也是合法评险 评险委员都他们自己人啊 你没看到铁路级最近 花八千多万来编四本书 对不对 铁路级为什么最近那么多 铁路级 铁路级轨道 破了三四十公分 这么大的事情 各位 可是 他找了一个文献单位 就是我讲的春路嘛 春天的露水 他春天的露水 春露原来是帮农委会 做文献啊 农委会编了一千四百五十万啊 所以我们现在在网路上 为什么要习惯把 这些民进党的蟑螂老鼠 网金 下山滥 称为一四五零 很多人讲一四五零是怎么回事 一四五零就一千四百五十万 编在农委会 让农委会做宣传 攻击别人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现在到铁路级啊 就怎么回事啊 各位 那他为什么得标 哦 因为铁路级 有组织一个评审 我们有一个标案 哦 来 那 那他 他出现啊 有 共同的委员 大家投票 表决于他过半数啊 啊 委员谁请的 委员机长请的啊 所以我可以让谁来当委员 你看 我们在四九五十五一五三五四 里面有多少名嘴 是在里面当委员的 你们知道吗 然后勾去民进党的竞选大将 那些人有多少人在当委员吗 你不知道吗 知道啊 哦 他们的委员勾办数 啊就当选啊 对不对 他要哪家得标 哪家就得标啊 啊我是照公开 好几家来标 结果他 他出现啊 是 各位 这就是他的操作方式嘛 所以 帮民进党 嫌疾的人 很多人去经营公共公司 顾问公司 然后最后开始包 政府的工程 通通得标 标到以后 就开始赚钱 就这样啊 嫌疾的时候 他们帮民进党 嫌后呢 嫌后就开始A国家的钱啊 你说他不算A哦 他有做出来啊 是 他帮铁路局出书啊 是啊 他有做出来啊 各位就类似这样的啊 为什么叫帮推 为什么叫 投石 对不对 为什么叫村路 公司一阵子就要改 一个名字了 要是被人家修理以后 这家公司就不见得 换一个名字 再来标你 同样的成员啊 我告诉你 民进党是靠这种方式啊 这个算起来 他还没有什么 华力的责任 他就永远得标到啊 国家的钱是这样在挖的 你知道吗 用 用国家的钱 他不承认了这个中华民国 用中华民国的钱 培养他自己的人 然后钱就一直挖走 这民进党执政 就是大家来分钱 这是他的概念 大家来分钱 所以我们选举一定要赢 我们所有东西考虑都是选举 所以我其实 常年我都在研究这些东西啊 我都在 推 思考 然后在 评论这些东西啊 我们很多朋友不知道 哇 觉得自己都了不起 对不对 我 我讲 台湾哦 要好 其实很难啊 因为现在已经 已经被叫化成这块了 今天所有防疫最重要的桃园 怎么办 对不对 那桃园怎么办 其实最最后面的因素是什么 我们的疫苗到底在哪里 我们的疫苗在哪里 各位 全世界都在打疫苗啊 上个礼拜 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出来 他说你看 我们弄一个公共平台 希望疫苗 有一部分疫苗由我来分配啊 由我们世界 卫生组织来分配 他说 结果这些有钱的国家 白人的国家 先进的国家 自己先通通 通通都好了 不给别人啊 他讲的当然就 美国这种垃圾下山烂 不要脸的畜生国家嘛 对不对 美国 美国人很多 还季节打 法国很多人季节打 不打 法国四五成的人不打 不打 当然也是你的选择嘛 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社会啊 谭德赛说 有个国家 竟然只分到25G 好可怜哦 他说我没有讲错哦 团体坏哦 是团体坏哦 一个国家分到25G 哇大家 大家觉得 哇好不冷哦 大概非洲 或中南美洲的国家 一定是这样嘛 可能是吧 或者可能来自 那个国家 搞不好在加勒比海 不一定 谭德赛讲的 很哀怨 而且很不满很愤怒 团体坏 那个国家只分到25G耶 各位朋友 台湾呢 台湾零啊 人家连台湾提都不提 台湾零剂啊 人家还有25G 我们每天大内线 哇我们都好啊 台湾 到处 到处 抗克国人的口罩 去给各国 然后说台湾好了不起哦 哇 什么都 人家都在仰仗台湾 现在台湾哦 全世界车辆都不行了 没有台湾的晶片 车子都开不动 好了不起哦 哦台湾可能会有不 是啊 那你现在台湾没有疫苗 谁理你啊 你拿出来给我看啊 疫苗拿出来给我看啊 最后关键就是在疫苗啊 什么时候有 拿出来给我看 通通拿不出来 每天讲到这些话 骗你啊 马上回来 你有多久 你要喝水 好 好 啊 听众想问董哥说 嗯 要快过年了嘛 他想要问董哥没有推荐的 好吃年菜菜色 哦 他想要当做参考 哦 当做参考 可能开始要订了 或是想要制作什么吧 现在订应该来不及了吧 可能想听董哥会吃什么年菜 对 没有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是传统闽南人 哦 我们吃的就是 就是我们自己闽南的料理 就是 就好像你们包子在写的 年内外一定要有一次鱼嘛 但我们不一定吃苍鱼啊 对 因为大家抢苍鱼也没必要 对啊 抢苍鱼也没必要 但是 现在很多家庭就是 我有一条大苍鱼出来很有辨子 哦 把它煎得这样 金黄金黄的放掉 其实没什么必要 那红烧鱼也很好吃 红烧鱼 以前我们红烧就是 因为这条鱼 已经拜祖先拜好几天 炸过了嘛 哦 所以就在 把它来做红烧 其实就是比较不新鲜 哦 味道比较重 吃不出来 对对 因为炸过也没坏 但是就是比较不新鲜 然后在红烧 我们 明南话所谓的红烧 其实就是 用 酱油下去焖 叫做红烧 因为酱油有点红 所以很多人说 红烧到底怎么 就是用酱油下去焖 焖肉 焖肉 就红烧肉 焖鱼就是红烧鱼 焖鱼就是红烧鱼 原来自制造 对 但是因为红烧肉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当然最主要 酱油有之外 还要放糖 还要放一些香料 味道 对 等一下再回来继续问董哥 好 OK 欢迎回到小董 真心话 美国新的总统上来了 拜登啊 正式公文要求 美国所有的公家机关 不准再用 中国病毒 武汉病毒 台湾呢 台湾我们继续用啊 我们政府带头用 而且要求用 劫不改 那蔡英文说 针对病毒 台湾最希望的就是团结 我们最大的敌人 就是病毒 我们不能歧视 因为 大家 大家讲桃园嘛 所以蔡英文讲这话 令人动容啊 哎呀不能歧视 不能歧视 是桃园人 但是可以歧视中国大陆 这就是蔡英文的标准啊 拜登都讲 不能歧视 过去川普是搞这一套 我现在不搞这一套 拜登讲很清楚 不要用中国病毒 你看蓬佩奥 川普这些人每天 哎呀中国病毒啊 武汉病毒 甚至还讲公乎病毒啊 对 中国公乎嘛 他们就用这个方式啊 啊 美国当然那些垃圾下山岸 现在都走路啦 我老实讲啊 有没有人性 没有嘛 当然 这是一个普世价值 这就是一个普世价值 和哪个国家 和哪个都没有关系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政府 我们陈时中 我们中央疫情中心 认为这是对的 武汉 你去看他们的那些新闻稿 包括陆委会 卫生署 農委会什么都 中国病毒 武汉病毒 朗朗上口 是不是 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证明 就不能用这样 不能用人家的地灵 来当做那个 这是一个歧视嘛 他可能最早 这里发生 但不一定是他 不一定是从他这里 开始 蔓延的啊 那我们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的政府 尤其蔡英文领导 这个民进党 垃圾下山烂 无耻不要脸的民进党啊 他就是这样 我就是要搞这样 来对抗 对抗嘛 对抗 你自己爽也很好啦 没关系 但是我要讲 我刚刚为什么讲 对我们来讲 最重要就是 就是疫苗啊 台湾弄不出来啊 台湾买不到啊 啊本来买得到 为什么买不到 又有人从中做梗啊 你们买得到了 林权你们东洋买得到了 我帮你咔 咔到最后 现在收不出口了 对不对 收不出口 到底到底 为什么本来买得到 后来买不到 林权都很哀怨啊 梨子把我砍 我本来买个一千万 你要我买两百万 我本来价格可以好的 买多就可以 买到好价格嘛 你叫我买少 我买不到好价格嘛 就贵嘛 那现在呢 现在收不出口啊 你可以看中国大陆 我不是讲中国大陆 都好或怎么样 都会有 疫苗都会 都会有副作用的 现在全世界打的疫苗 副作用最大的就是 菲瑞加BNT 德国的BNT 因为它已经死了很多人了 那其他的疫苗 现在还没有死人 实际上就这样 将来会不会不知道 我说到目前为止啊 因为我们在讲新闻 它其实 新闻其实是在 是在走的 是在流动的 比如说今天 发生了 一个海烂 或者一个火灾 现在死了五个人 我说五个人 明天可能变六个或七个 你不能骂我 小董你昨天为什么要讲五个 因为新闻在流动啊 有两个在意验他 病情加重就死了啊 他就变七个啊 你要看他是几夜几号讲的啊 对不对 我讲的情况就这样 所以我们 你要看很多新闻是在流动的 那这新闻 它有一个进行是在走的时候 你就要去看 我们对于很多情况 我们是不是能够掌握 将来会怎么走 小董最大的功能就是 告诉你将来 可能会怎么样 一般名嘴讲不出来的 那些名嘴都在鬼混 然后 帮那些电视台的老板 去攻击谁 去骂谁 谁可以骂 谁不能骂 我看了 我从来不干这一套 我自己在 电视 主持节目八年半 我也不干这一套 因为民进党很多人上过我节目啊 丽莹也很多名嘴 或什么都上过我节目啊 因为我上节目 你们来 你们该讲什么就讲什么 哦 任何人 很多人对我不爽也没关系 但是没有一个名嘴 即使常被我骂 被我羞辱的名嘴 也没有人会敢挑出来说 小董过去不准我们讲什么 我讲什么他就把我打断 没有 你讲什么我从来不跟你打断 我就给你讲啊 从来没有够 为什么 因为这个社会上是多言的 我不同意你主张 我还是让你继续讲 你讲的时间比别人更多 就像我上个月碰到一个利盈的名嘴 董哥那时候上你节目真是 很怀念啊 我说为什么要怀念 他说你都让我继续讲啊 时间都比别人长 我说因为你没讲完我就让你讲完啊 很多人不知道啊 结果这个名嘴很感慨啊 你看我上那个利盈的哦 我去哪一个脚本要我照上面讲 他说我 我开始来配合 后来隔两天我不配合了 我觉得我干嘛做这样 我好歹想够公职啊 对不对 我好歹想够公职 我当过国会议员耶 我照你的稿子链 你这稿子是 你们小编从网路上抓下来 要我照这个链 偏颇的 他说我 我虽然跟你同一阵营啊 但是我有我的看法 我也是 对不对 所以他就不照那个链 就讲了 他跟我讲他的下场 从此他们没有再找过我 各位朋友 为什么这一节目就是这样 哪些人常被找你就知道 因为他们是在读 读电视台给他的基本 电视台因为 因为包民进党的工程 拿民进党的外宣 跟内宣 然后再帮民进党政府 涂脂磨魂 所以你看 最近都在讲和平遗言 讲得很好笑 对不对 你听了都非常可笑啊 然后 一般人看新闻 你不会去思考嘛 那小董的新闻 或评论 我会告诉你思考嘛 就是我告诉你思考 你一想就通啊 和平遗言不能通 不能封遗 封遗是错的 求俗题马航酒该负责 那和平遗不封遗 就要开放啊 各位这就是简单的问题 不封就在开放啊 开放死更多 还是封遗死更多 你人生就要有这种选择 我这两天都在灌输这个观念 很多朋友 听了很感动 所以你讲 是最有道理的 为什么有道理 你们都反对封遗 封遗了马航酒 最可恶 哇大家在讲封遗或什么 这个其实一个转移交点 我这两天在节目上都讲 大家都反对封遗 那反对封遗人是主张 开放咯 不要封遗就开放嘛 不封遗就是开放而已啊 你们是主张开放吗 那可以啊 现在释放给我看 这些不要脸的王插蛋的小畜生 大畜生老畜生 现在就释放给我看 把桃园医院的人通通放出来 放出来啊 现在 眼前你就可以放啊 对不对 眼前民进党蔡英文 蔡英文你这个垃圾总统啊 陈时中 郑文燦 现在就把和平医院的人通通放出来啊 让他们回家好好准备够联的联菜啊 帮小孩子打理新衣服啊 把他放出来啊 你们不是说封面不好 那把把里面的医务都放出来就好了 医务人员也很辛苦啊 赶快把抠克人家的钱赶快给人家啊 我告诉你 人家现在出来控诉 我们被闷在里面 还要抠克我们的钱 为什么要抠克 很简单嘛 没有病人啊 没有病人就没有业绩啊 病人都移出去啊 甚少数 然后一些医务人员就关在里面啊 不要封面啊 不要封面都把它放出去啊 你们既然你们讲的是这样嘛 你们那些看4950 515354的那些 群众观众 还有那些名嘴 还有那些主持人 你现在应该呼吁 我们就不封面啊 我们让这些人都到社稷啊 赶快啊 为什么你们不敢 那和平医院疯是臭的 陶渊医院疯就是对的啊 各位我讲道理都很简单啊 我小董不讲高深的大道理 我很懂新闻 而且我擅长跑独家新闻 因为现在网路很流行啊 所以我就 我就不愿意再爆色呆啊 因为我一写出来就被人家抄走了 我不要啊 自己做牛做嘛 人家五秒钟就把你拷贝了 然后就上网 就变成好像是他们网路媒体的独家 都在剽窃嘛 对不对 大家看这些都在剽窃啊 美国这些大媒体都是靠剽窃 他们是大海盗嘛 不要看主客博好像每天好像很有钱 还怎样 钱从哪里来 靠的都是这一切嘛 我老实讲就是这样 什么叫智慧财产钱 智慧财产钱就是我跑了独家 变成别人在赚钱的功绩啊 就怎么回事啊 我应该帮老板赚钱啊 结果没办法啊 我们一 报纸一单出来 五秒钟就被人家拿走了 全部网路大家照灯 电视台大家照灯 然后把你用一用 他也不会感谢你啊 他可能还会批评你说 啊小董这个字哦 用的不好 对不对 还会来这一套啊 好像自己很专门啊 我跑 独家新闻我是 我是非常专长的 因为我会部署非常多 然后我跟其他的记者 最大的不一样 我当新闻界这么久 最大跟人家最大的不一样 我不占我采访对象的便宜啊 很多记者 很多媒体都会啊 都会想办法我占你一点便宜 或者我 你应该款待我 给我好处 都会这样 政府机关都会编钱 编很多钱来 我让一般记者你们出去玩啊 我们帮你出钱啊 或怎么样啊 我是没有的啊 我告诉你 我都要求公司不要 我们跟联站机採网 我们自己出钱啊 汇气票我们自己出啊 吃饭我们自己出啊 我还带很多花票回来报账 就这样啊 我们出我们就报账 我们到贿州也是要 我们赶快想办法收集这些花票 没有花票也是要抢他们提出证明 就这样啊 我们 你就要这样才 才有办法啊 你知道吗 可是 在台湾的采访环境 这是很难的啦 我真的跟各位讲 是很难的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吃人家的嘴软啊 现在多少名嘴 你哪人家的嘴软啊 你只要讲人家的话啊 我过去也碰过电视台老板 这个蔡英文不能骂 蔡英文不能骂 我不干了 不要找我 我就这么回事了 蔡英文不能骂 蔡英文是执政党的 党主席是总统 他不能骂 是啊 他不能骂 那我们还评论什么 我电视台这样跟你讲 谁谁谁不能骂 隔壁那个电视台 那个老板不能骂 那个老板为什么不能骂 那个老板 那老板带着那个 高雄李议员去上宾馆 连名字都不能讲 他叫林坤海 不能讲不能讲 你讲了我们就把你切断 我真的碰过电视台 我们每个电视台都很好啊 大家交情很好 哦原来他们私下都在自己在 搞七点三啊 对不对 以后不要找我上电视 我老实讲 我不要上 你找我 我这个不能讲 那不能讲 那我还当什么名嘴 我们现在的名嘴是 这个不能讲 好好好好 然后大家就 大家就为了那通告会 这个不能讲 那个不能讲 你看了是不是很好笑啊 这就是在台湾目前的情况 马上回来 定额投资必胜法 群艺 好 好 龙哥 你们会买棉菜吗 还是都自己做 我们在金门一定都自己做 哦 因为 因为 不是因为你的长辈还在 他们 他们 喜欢自己做 啊就是 就觉得比较虔诚 哦 他就比较虔诚自己做 自己 年糕什么都自己做 好棒 对啊 他们就会很累 但是他很有满足感 对啊 他平常没什么大的事情做 以前跟现在真的有点差别 对啊 啊年轻的就不一样 那金门很多大饭店 也是被订了 哦 订连累饭都 我问了就订 就去那边吃 就去那边吃 吃不完再带回来 对啊 有一种情况就是 先跟他订 订了连菜说 你先给我们带几道回来 拜祖先 哦哦 啊我们再拿回来 等于 晚上我们要吃的时候再加热 哦哦哦哦 对 对 应该也是怕长辈们太累 对啊 对啊当然 都有各考虑 真的要准备那么多道菜 那还是家里主罪 你准备太多也不好 因为你吃不完就 吃不完就一直 吃不完就一直 一直都在吃剩菜 对啊 吃两天 你猜就一直延续 对啊 那我要拿回去 这是家里 一时间多新闻 一天真是天后 每分一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就败 全世界news就败 好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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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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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这几天 台湾的天气会比较冷 那小董真的在这边提醒 因为冷的天气 尤其今天上午 天气还不错 11点以后就气温坐降 这种天气最容易感冒 那你感冒 感冒你可能就要去诊所去医院 其实这些地方是危险的 那我们台湾很多人 其实没有这种警截性 很多人喜欢到医院去逛一逛 去看一看去怎么样 那我们整个医院比市场还热 我真的 譬如说以我这医院来进出过的医院 有时候去看朋友 有时候去干嘛 台大龙总 北医 然后 在仁爱医院 和平医院 就台北医院 几乎就是人挤人啊 我正常在一楼人挤人 然后很多人拧着大包小包 从医院买 里面买的东西 你看着说 这不是像菜市场吗 这不危险吗 各位 医院是很危险的地方 医院虽然是救病 可是医院是个很危险的地方 你跟很多人同呼吸 你不觉得可怕吗 病毒病进这么多 他的手 按了这个电梯 你会安全吗 各位 我觉得 这是一个 一个很难改掉的观念 可是 病毒最危险的 就是他看不到 那他的感染力又很强 你手碰了以后 你就很容易去 摸摸眼睛 摸摸鼻孔 你就带到体内了 他最主要就这样 但是我们在台湾 有时候你看 我们对这些东西的了解 它是一个进阶的 比如陈建仁 他当过副总统 他说 他自己都强或怎么样 反正 有些人 又民党显赢的 就认为 所有的话以前都在他 我前两天讲和平医院 台大医院感染那个人姓秦 秦快的秦 秦混 是一个台商 家人 他一代 儿子都感染了 那和平医院 那个感染源 潮幸富人 他现在还在 潮幸富人还在 他常到大安森林公园 去做一些软身运动 太极钱 因为他那时候废有伤到 可是他感染非常多的人 他到现在 都还觉得很不好意思 很不安 因为很多人因他而死 可是他怎么办呢 他怎么办 我告诉你 他那时候感染的时候 我们跟他做裁剪 做两次 都是阳性 可是 中央 那时候卫生署 他们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 这专家小组说 他这个不 不算 为什么 因为 那时候 那时候全世界的标准 就是认为说 你要 是从中国大陆 或者香港这样 出来的人才算 你要有去过这些地方 才算SARS 那时候的标准是这样算 那这个专家小组 的负责人 是陈建仁 所以陈建仁说不算 那潮幸富人 就进入和平医院了 那和平医院就 就很多人感染 很多人死了 陈建仁副理长 是第一个死的医护人员 那 其实 因为那时候 他送中内词的时候 我在场 眼泪真的快掉下来 一群记者眼泪都快掉下来 陈建仁 医生叫林崇威 爸爸是马公 高中的校长 澎湖人 SR 你可以看到 我们那时候 对病情多么不了解 即使是专家小组 我们不会苛责陈建仁 但是 我其实最拜托的就是 我们这些名嘴 或过去这些专家 或民进党这些 畜生跟下山岸 不要再讲说 什么样怎么样 因为你们所讲的东西 在现在来讲 看好像是对 可是那时候的背景是 我们对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 你现在是用18年后 知道的东西来讲 哎呀那时候就应该怎么样 是啊 18年前你买台积电 你现在就大富豪了啦 不用来这一套 我告诉你 你看他这名嘴 很多人说 他讲的有道理 他讲什么畜生道理 他18年前能讲出来吗 那时候就是 我告诉你的新闻在流动 那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 每一天每一天都有一些进展 我们对于病毒就有更多的认识 更多的了解 比如说现在英国这个病毒 跟我们前阵子在讲的 我们讲一年的 新冠病毒不一样 你知道吗 英国这个病毒 味觉跟嗅觉 几乎不太会上市 那他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英国这个病毒 死亡率高1.5倍 他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是发墙内的高烧 我们其实 新冠病毒其实没有怎么发高烧 但是我们当然到各位 所看到你到很多地方 都还在量体温 或进来让你 有那温度走过去的影像 那些东西 或者你到国门 别人到海关都会有这样 这个经验是因为那时候SARS SARS就是会发烧 发烧以后就会去传染 我们已经知道了 他发烧以后传染 所以我们研剧发烧的人 进入国门进入办公室 进入电梯 进入办公室 对不对 我们就用这个方式 那这个方式好不好 也不错 但他没有办法完全隔离 为什么 因为新冠病毒 他最主要的 很多人没有发烧 很多人根本没症状 连症状都没有 新冠病毒 感染给别人的 他都没症状 这种案例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告诉你 我们 包括我们媒体 后名嘴 或者 那些什么专家 写者 教授 立委 什么什么 你有着讲 你要去思考 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时间点在哪里 时间点在哪里 新闻是流动的 不要用后知后觉的东西 然后来讲说 你当初为什么不怎样 你就是怎么样 那都是非常可笑的 可是多数的国人不察觉 多数在看的人 就有道理啊 怎么会有道理 怎么会有道理 就像我讲 你18年前 你为什么不买台积电 你为什么不买 现在看人家一直涨 哦怎么样 当然现在台积电又在跌了 我告诉你 很多东西是有涨有跌 政党的民意满意度 有涨有跌 很多名嘴的热度 后很多电视台的售视力 有涨有跌 都会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嘛 但是小董我是不管涨跌 老实讲 我就讲我高兴了 我认为对的 我就只讲这样 我也不怕得罪谁 烂很多人 你都不怕攀怀中 你们说他很坏 我不晓得他坏在哪里啊 我没有看到认了他坏的政绩啊 你懂不懂 你们说他很好 我觉得他不错啊 是啊 但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我再讲一遍 我没办法替认了一个人的清白背书啊 即使是亲兄弟我都没办法 即使父母我都没办法 你当父亲了你知道你儿子在犯毒吗 当然不知道啊 对不对 你们父子都不知道了 我哪会知道 各位我们对很多东西的苛求 已经到了毁以首思 但是没关系 因为你做名嘴或做名人 你本来就要有些东西 就会被人家 被人家拿出来检视嘛 就会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台湾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防疫啊 防疫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不要让它扣大 不让它扣大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大家来打疫苗最好 如果人人打疫苗就不可能有扣大的机会嘛 为什么拜登上任 规定 他对防疫做了很多事情啊 我们的媒体当然都在 放在他跟中国大陆 譬如说今天 他的财政部长讲 我们 他不愿意再 再向过去说 我一定要把华为把它砍掉 或怎么样 这样来对华为 他不愿意讲 不愿意这样讲 表示他很多东西 我不要再采 过去再对抗 因为我过去 你整个美国的力量都在对抗中国大陆 那当然很多人损伤 美国也有受伤 中国大陆损伤更重 这是必然的 那 那你把精力都放在这里 那你美国最应该放精力 的重心应该在哪里 应该在防疫啊 所以你就没有放在这里 那你就死最多啊 确诊最多啊 对不对 我昨天在一个节目讲啊 我说 我都可以看出来 全球的确诊 大概一亿这两天就会到了 其实到了 其实我讲的当下 应该就到了啦 只是那时候的数字还没有 啊美国死最多 大家看 英国死十万 强生 手向说 我来负责 你要负什么责 人家都死了 你要负什么责 因为你们都不相信啊 你们都不晓得 这个病毒的厉害 你们每天都在搞政治啊 你们每天讲说 大家在防疫 我们来打 我们来 来羞辱 来攻击 来制裁中国大陆 你们把重心放在这里啊 啊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国家领袖 你的重心就放在哪里 因为你的挣钱来源是你的老百姓 所以老百姓的命是最重要 他的命是最重要 所以你必须要做的就是防疫啊 你把防疫通通做好啊 那你现在不是啊 你现在为了政治的东西 台湾也一样 就像我开头讲的 人家中国大陆 是不希望台湾的肉制品进入 因为你们这些香肠 肉松 腊肉什么 可能是 莱克都把你的猪肉进来的 那我不能让你进来嘛 他讲的是这样嘛 那我们呢 我们政府就回应 陆维会就回应 台湾的生鲜猪肉 没有进入中国大陆 人家在跟你讲肉制品 你在讲生鲜制品 那是不一样的好不好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太政治 我们把很多政治的东西 拿出来自己敲锣打鼓 然后让很多支持者 觉得很兴奋很高兴 哇 觉得自己了不起 哎呀 那你最后得到什么 最后得到没有疫苗 然后我们要必须贡献全世界 到处的口罩 免费供给他们 我们国人自己要花钱买 还要排队 你免费给别人口罩 好了不起哦 哇 大家感谢你 现在人家说 哎 我们要晶片 好 我来大量生产给你们 啊你产晶片以后 你有没有疫苗 还是没有 那你糊涂了吧